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有市民自發在全港多區的商場 發起和你Christmas Shop的活動 本來都是相安無事 直至警察入到各區的商場作出驅散的行動 就變成衝突 首先講一下下午時份在新城市商場裡發生了兩件事 很值得跟大家說 第一件事就是 這些警察又被記者發現是在裝鬼裝馬 這些警察真是不務正業 旺角有一間標行 被四個賊人搶掠了超過100萬的現金和名標 這些案件你就不能破案 不去抓人 反而動用大量的資源和人手 走去這些商場埋伏 打算捉拿那些年輕人士 你覺得他是示威者 我覺得他只是穿着黑衣服 戴着黑色的口罩 在商場window shopping 走來走去 你要公開交代 為什麼你要捉拿這些年輕人 他干犯了什麼罪行 他在商場window shopping 走來走去 犯事 是不是規定一個人 走入商場一定要光顧 如果是的話 麻煩你在商場門口找人把守住他 如果他沒有帶現金沒有帶信用卡 沒有這個購物清單 你不要讓他走進去 是不是 他走來走去犯罪 警察也要公開交代 是不是 如果下午四點又有這些車天車地的記者會的話 希望有記者問一下他們 為什麼這些警察要動用這樣的資源 他走去商場捉拿這些年輕人 到底這些年輕人干犯了什麼嚴重暴行 那件事件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有幾名扮鬼扮馬的警察 竟然間 幾個人 夾手夾把一個年輕人 押在地上 然後 有人拿出這些新宿警棍 想吐 說事前那時快 有幾個勇武派的示威者就在這個電梯下來 看到這樣的情境 立刻就把這些蒙面的警察踢走了 老實說 當時我相信沒有人知道這些是警察或者什麼人 還是黑社會 因為你沒有很清楚地展示自己的委任證 告訴別人你是警察 所以你就不要怨別人 這樣做 這些警察是不知所謂的 你這些人專門針對那些年輕人 那這些警察見寡不敵眾當然要離開 免得避免下單 被人租責 這些人就是拿來賤 你要去執勤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跟回大隊 你就穿回你的軍裝 穿回你的防暴裝備 為什麼要這樣埋伏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專門針對年輕人 有賊就不去抓 這些就叫維護法治 這些就叫除暴安良 你這些不是心系社會 你心系社會主義祖國 就告訴你 不知所謂 得淡笑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個藍絲 跟你那些警察疑似 就是插裝教 我不知道是還是不是 你那些警察又是要公開交代的 這些事情是做什麼呢 有一個穿著黑衣的年輕人 本來就被那些警察 已經制服了 是動彈不得的 誰不知 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藍絲 手持著購物袋 左腳一路走 右腳一路踩著鎚 一路踢著那個鎚 就走過警察那裏 一腳踢過去 那那些警察 好像收到資料 看到那個鎚 馬上就 掃向這個年輕人 你要公開交代 為什麼你會跟這個 這個藍絲 合起來 是不是插裝教和 是不是 你要告訴市民 為什麼有一個鎚 在老遠 由一個藍絲 踢過去 然後那個警察 又踢去示威者旁邊 你想做些什麼 對不對 你是不是想屈他 這個徐真是屬於他的 你要交代 我說疑似是插裝教委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在現場 我只是看到一個片段 你要告訴市民 如果你說這些 又不交代 又只是想著 臭屎物袋 如果你們這些警察 不將這個案情 交代清楚的話 沒有人會相信 你這是法治 絕對是人治 至於到了晚上的時分 那些行為越來越瘋狂 不知所謂到極 去到這個旺角 竟然又是對著那些空地 玩催淚彈放題 好像不花錢 又在那裡放煙花 你們這些警察是不是傻的 已經是多次被人質疑 這些催淚彈含有劇毒的異惡英 你依然在那裡亂射 到底你是射空氣 你是在射什麼 是不是有AOT的嫌疑 為什麼你要不停地 在旺角好像出巡 王軍出巡 你搞什麼 是不是 當時已經沒有了示威者 而且你很喜歡 對著那些記者堆 射過去 將催淚彈 多次就在那些記者的頭上掠過 然後去到凌晨時分 最後還是忍不住 要射向一個浸會大學的 學生記者的眼睛 又是中了你的催淚彈 你們這些警察很喜歡 將催淚彈當作子彈射 根據那些圖片所見 射到眼睛都腫了 真可憐 是不是 就要送院檢查 你們這些警察 麻煩你 眼睛就是人類的靈魂自唱 為什麼要射眼 是不是 催淚彈不是讓你射眼的 這些人是不是喪 永遠就當作子彈射 這些人是有病的 還有 瘋狗日報的一個記者 也是被你來租責的 你那幫警察蒙了臉 就叫那個記者 退回行人路 又說這個是防線 人家那個記者 那個涉記 本身已經站在行人路 你還叫人家退去哪裏 就跟你發生口角 你那幫警察 竟然是喪得怎麼樣 完全沒有作任何的警示 就突然之間就對著這個涉記的頭部 噴胡椒噴霧 當然是痛到瘋了 是不是 好了 一噴完以後 那個記者就當然是縮了 你竟然整班人一擁而上 就亂棍毆打他 大哥 這些是什麼態度 是不是 這樣來對待那些市民 這樣來對待那些新聞界 你這些就叫新聞自由 這些就叫記者朋友 不要笑死人 跟你做朋友 真是很可憐 這樣來對待 是不是 你就是喪啊 這幫人是 當時的記者根本沒有作出任何的威脅 是不是 只不過是你不妥當他 你不妥當他就不是作為一個這樣來嘔吐的藉口 是不是 就算噴胡椒噴霧也已經是不對的了 他喜歡在這裡站著你就任由他站著 為什麼要這樣來對待呢 是不是 還有 昨晚在旺角 這幫警察就連婆婆都不放過 那件事是什麼事呢 當時有多個防暴警察 就在旺角那裡不停地呼喝 就要求那些在場的市民 就是收皮 你直接這樣說 罵那些市民 你叫那些市民收皮 好了 然後就大叫叫那些市民 過來過來過來 這樣你挑釁他們 好了 當時有婆婆走過 婆婆就告訴你 我是有心臟病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叫你不要激他 是不是 因為他有心臟的問題 隨時因為情緒激動就會暈倒 會躲下 好了 叫你不要去恐嚇他 是不是 好了 婆婆就好聲好氣了 誰不知你這幫防暴警察就不相信婆婆 是不是 就竟然間要求婆婆出示醫生子 你本身這件事都已經是喪了 是不是 婆婆有什麼因由要騙你 她說自己有心臟問題 婆婆厲害了 馬上就拿出一筆醫生子 複診子 是不是 你以為婆婆吹水 婆婆是真的 是不是 真的叫你不要恐嚇他 誰知道你這幫警察又繼續以粗口來罵婆婆 不單止叫婆婆收皮 就說你拿著一筆醫生子出來做什麼 你說這些說話 是不是 被人拍了 被這個港大的校園電視拍了 有片為證 你這幫警察就是連婆婆也要欺負 對不對 婆婆乾犯了什麼暴行 是不是 婆婆搞暴動 為什麼 就是 小孩子就要抓他 十歲的小朋友 你又要對他射胡椒噴霧 去到這個七十幾歲的婆婆 你都要欺負他 又老就欺負到亂 對於青年同胞更加要嘔吐他 新聞界又要打他 你這幫傢伙根本上就以全民為敵 是不是 你到底要想怎樣 你這些是怎樣的執法 應該做的你就不去做 你又不去抓 你不停就在那裡挑釁那些市民 根本上這幫警察就不想停 是不是 整天就想出OT 你要公開交代這些事件 是不是 不要經常說什麼有情緒不理想 大哥你出糧 是不是 你在賭納稅人的錢 你有情緒 當你的情緒影響到你的判斷 影響到你的執勤的時候 麻煩你就要射下你的裝備 放下你的武器 因為你們用任何的裝備 包括催淚彈 布袋彈 橡膠子彈也好 胡椒噴霧 警棍也好 全都在目前來說 都是沒有任何法律後果的 你任何東西 射了先打了先 市民就先受到傷害 然後就先痛了 你以後再說什麼追究的事 已經是以後的事了 有沒有追究成問題 所以如果你認為這幫傢伙是情緒有問題的 麻煩你叫他們不要做 是不是 叫他們休息一段時間 不知所為 然後就拿這件事作為藉口 永遠在記者會那裡 說不理想這些廢話 這些不是理不理想的問題 是直接會導致市民和記者 是受到傷害的 對不對 不要一邊叫市民 跟那個記友機制去投訴 國際專家也劈砲 不說你監警會是廢物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